底牌揭曉侯友宜大黨趙少康參戰2024 和柯文哲疫前以後登記 但為藍白合進 最後努力 已經到了 我覺得真的是 臨為壽命救亡屠存 真的是要救臺灣 出來就是救臺灣 我一向主張 要不然就不選 選就是要選贏 選贏是唯一的王道 我正式發出全黨動員令 大家團結一致 全黨支持侯友宜 全平站到最後一刻 國民黨莊長會準時召開 柯文哲登記同時 朱立倫下動員令 因為二十三號軍樂鬧劇 依舊有火期 侯友宜跟朱立倫 備受驅逐 換不回真心 我們堅守誠信 得不到真正的合作 藍白正式開戰 朱主席夾種語氣 傳出侯友宜 助手原本鎖定女性 星光銀行副董李季珠 但考量撒卡都選戰策略 需要極戰力 喚起藍軍士氣 因此拍板 戰鬥籃領袖趙少康 幾位女性跟我說 主要打不需要她 她願意承擔 因為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我們必須要有極戰力 趙少康請假五十天 侯趙沛起跑 藍綠白各自就位 要走自己的路 三熊尼凱族 文鮮S小組 台報道